大家好,自从波子黎在陕西的私生子被突然搞死之后 完了以后,整个北京的官场就开始议论私生子这个事件 他们说现在北京的官员私底下交流的时候都是谈私生子 然后一个一个的把中共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臭烘烘的恶心的私生子的事情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 其中最大的两个私生子,一个是李鹏,还有一个就是孟晚舟 孟晚舟的事情我们当时就说的,孟晚舟长得跟毛泽东一毛一样 一看就毛泽东日出来的 但是很多人脑是,哎呀,就是什么呢 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恶心 我们以前说低估共产党的邪恶 现在我今天提一个新词 我们就低估共产党那帮狗东西的恶心程度 是李鹏是个什么事呢 这两天有一篇文章讲的清清楚楚 李鹏的娘亲姓赵 是一美女1922几年的时候 1927年的时候跟周恩来就日上了 知道吗 然后周恩来日上了以后呢 觉得很喜欢这个女人 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女友 把这个他老公就给一刀给砍死了 他老公姓李,叫李硕勋 从此以后呢,这个周恩来就跟这个李鹏的亲妈呀 就住在一块儿 所以1928年李鹏就出生嘛 就就日出这么一个孩子 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李鹏长得 他妈的跟周恩来是一毛一样 为什么就没人说呢 楚空中国你都知道啊 他都不敢说 其实你说的李鹏第一次我他妈的 我还是个小屁孩 我以前李鹏做副总理做总理 我们在电视上看见 我说好多人都是这不像周总理吧 那脸的轮廓跟周恩来一毛一样的嘴巴也像啊 那眼睛也像就鼻子有点不像 那总归跟自己的脑爹也是有点区别的不 是不是太像了 包括现在的李小鹏都跟周恩来都有点挂像 是不是他就是周恩来家里的周恩来的一颗金叶 然后把他就去搞大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哎说说这个周恩来这个东西是特别不是个东西啊 因为这个这个生理棚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俩是这个私生子嘛 是偷情的关系嘛 又是把人家的老公又给杀死嘛 所以说就秘密场合非常紧张 说这个姓赵的人当时呢 也想上位是不是 想当周恩来的这个亲老婆 但是架不住这个邓颖超呢 就打死就不愿意离婚是不是 邓颖超又不能给他生一个一二一女什么的 所以邓颖超的也是算是什么的 就是给自己老公忘风呗 你在里面约炮 我在里面外面给你忘风 给你送茶给你送毛巾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后来的话 说李鹏置你不强 是不是 置你不强 完了以后呢 也搞不清楚啊 一般意义上不是说私生子都是置你很聪明 很好的吗 但是李鹏是个特例 李鹏的置你不强 所以李鹏呢 后来为什么当总理呢 有两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邓小平 因为周恩来呢 两次救过邓小平的命 所以呢 周恩来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疑言 啊 就说对邓小平说的 说的 李鹏我的儿子 你要管一下啊 你要照顾一下啊 你要照顾一下 我就交给你了啊 然后就嗝屁了啊 然后呢 邓小平呢 当然呢 也也要感恩嘛 是不是 邓小平并没有打算让李鹏当什么这个什么总理啊 只能只是打算让他当于副总理 因为他治你不行 因为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也见过李鹏 跟李鹏还见过一面 说过几句话 毛泽东脑瓜子挺好屎的嘛 他就觉得李鹏也是一大傻逼 是一宠惑 是一智障 跟他儿子毛阿姨亲没什么态度的区别 稍微强一丢丢 是不是 也是一脑残 然后呢 说毛泽东呢 也给这个邓小平 邓小平后来不是副总理吗 毛泽东没死是副总理吗 邓小平 毛泽东也跟邓小平说 我说你周恩来说李鹏啊 这个 难当大任 他没说他是智障 他说难当大任 说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邓小平那也记住了 他后来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李鹏当上的总理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周恩来的老婆 邓尹超 然后呢 跑到邓小平家里哭 是不是 我的朋友应该要做点事情了 到不现在还是个副总理啊 能给我一张脑脸吗 什么 就把这个话就搁到邓小平的 这个面前了 邓小平一想就是没有没有退路了呀 没有定 没有周恩来的话 你邓小平早就死了 你说是不是 最后就答应上这个李鹏 啊 然后到做总理 说这个 李鹏做总理跟赵紫阳不是过不去吗 后来六四嘛 其实邓小平是犹豫过的 犹豫过是到底是选李鹏呢 还是选这个什么赵紫阳呢 邓小平是偏向于赵紫阳的 哎 这时候邓尹超又出来说话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我的鹏儿你得管一管啊 你得要这个什么照顾一下 哎 邓小平又没办法 最后就是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私生子啊 邓小平就选择站在李鹏这一边听了李鹏的谗言 把这个赵紫阳给弄没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讲这种事情你听完了以后 你就发现土工中国他是个私生子之国 李鹏是个私生子 那几年 六八九年 八八八年 八九年 九零年 九一年 一直到邓小平 这个南逊之前 中共都是李鹏这个私生子在管 包括当时从上海跑到北京的 江泽民都没什么暖权力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最大的私生子目前爬的最高的是李鹏 啊 然后完了以后呢 人家王毅是吧 王毅也是周恩来的私生子 王毅是周恩来跟这个唱歌的叫王什么 王坤两个人日出来的 王毅一看也是跟周恩来特别挂相 是不是 很有意思的呀 他就这么一个情况 全是私生子 那个这个东西你就完美的解释啊 就毛泽东自己的人没有上位 毛泽东自己欣赏自己的私生子 华国锋没上位 也被邓小平搞死了 毛泽东的侄儿子毛远欣也没有上位 也被邓小平搞死了 那邓小平把这帮人搞死以后 谁的人上来了 周恩来的人上来了 所以以前我们也听说过这个说法嘛 毛泽东之后啊 其实是毛派和周派 两方面的交战 邓小平是周恩来的人 所以呢 周恩来的几个私生子都上来了 说这个孟晚舟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孟晚舟按照正常情况下 他其实应该也要当大官的 至少要当个国务委员 当个国务委员副总理是没问题的啊 这么这像他这样 毛泽东就是不行啊 所以孟晚舟是想过更多的办法 想当官的他没有打算搞企业 就这么一个情况 他平时管习近平叫清歌的啊 我清歌来了 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这个孟晚舟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那是毫无疑问的啊 私私女儿 他们说习近平也有可能是毛泽东的这个什么啊 毛泽东干出来的 就是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毛泽东跟那个习近平的妈其心 肯定在游泳池里面打过炮 或者是肯定的 到底到底这个是习仲勋干出来的 还是这个什么 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干出来就没人知道了啊 反正平时这个孟晚舟一直管习近平都叫清哥哥的 所以你知道吗 当时孟晚舟被加拿大人控制起来以后 那真是国际风云啊 那川普当时做总统 说这个事情可不是个小事情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孟晚舟是中共这个土工社会的第一公主 说她是第一公主 牛逼公屋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他他不敢他知道这什么很麻烦 所以习近平动用了国力啊 然后把孟晚舟再捞回来 你以为呢你说谁 说和另外一个人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把一个孟晚舟这么一个罪犯 从加拿大这么一个国家给闹出来呢 是不是 他动用了整个国家的力量 然后把孟晚舟闹回来 为什么呀 因为孟晚舟叫他清哥的呀 所以西包子也有可能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所以你这么一闹就听下来是个什么情况 就中共目前是典型的私生子之国 就这么一个情况 堂堂这个庙堂之上朝廷之内 全他妈是私生子啊 是不是过去的皇上啊 过去的皇朝社会啊 私生子多不多多 但是私生子都是进不了门的 都是在外面讨口饭吃 皇上如果你认了这个私生子 会给你点钱 是不是 他们说以前的皇帝知道你是我的私生子 他都不让你当官的 免得这个大臣在朝廷上上朝的时候 骂他是不是 觉得你败坏朝庚是不是 你这个什么什么不仁不义 丢人 所以皇上他不敢 他会皇上给这帮私生子呢 给他拨点钱花花是不是 让他过日子吃好喝好穿好 这是可以的 但是从来就没有说皇上把自己的私生子 把他附阵的 都是都是必须要有要正统 因为你否则你这个这个朝纲就不正统了嘛 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样呢 哎 只有土工中国的王朝皇朝才一同断稿 全是他两个私生子 你说这个土工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啊 我炒得大眼 谢谢